1975年,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,却为何要在会议开始前专门提醒陈永贵不要住在钓鱼台呢? 陈永贵的一生堪称传奇,他能从一位目不时钉的农民成长成为一国副总理,那自身能力可见一般。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贫瘠的山西大寨村,他给地主放过羊,当过长工,每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,艰难维持生计。 随着解放军的到来,大寨村得到彻底解放,陈永贵也凭借出色的能力当上了大寨党支部书记,在他的带领下,大寨走出了贫穷。 时至今日,大寨精神依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 1964年,毛主席南下视察,也听到了很多关于陈永贵的事迹,开始对这位基层干部感兴趣。 为了鼓励全国学大寨,毛主席在1964年自己生日这一天,自费请陈永贵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,当着大家伙的面,给了陈永贵很高的评价。 那么在这之后,陈永贵是如何成为中央领导的呢?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上世纪60年代初,毛主席就有想要让优秀工人、农民担任重要职务的想法。 作为优秀基层干部的陈永贵,自然也就成了首选。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,陈永贵很快就成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,后来还成为了中央委员。 1974年时,毛主席在筹备四届人大时,曾提出让陈永贵当副总理,获得了中央老同志的一致认可。 1975年,陈永贵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,虽然已经成了国家干部,但他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大寨,只有到北京开会和办公的时候会住在钓鱼台。 为了能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,陈永贵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考察研究,并且提出了不少的可行性意见。 5月3号深夜,毛主席在书房组织召开了中央会议,在开会前,主席亲切地和每个人握手, 可是在和陈永贵握手的时候,主席却说了一句,不要住在钓鱼台,那里没有鱼,你和吴贵贤都搬出来。 毛主席为何会这么说呢?吴贵贤又是谁呢? 我们接着往下看,钓鱼台国宾馆,号称是中国最神秘的顶级宾馆,能入住这儿的人大多都身份特殊。 在很多时候,都是用来领导人会见外宾所适用的场所。 自从毛主席与妻子分居后,后者就搬到了钓鱼台居住。 显而易见,毛主席提出陈永贵搬出钓鱼台,也是为了避免两个人的接触。 毕竟当时陈永贵是站在老同志这一边的,在每次开会的时候,廖波人总是针锋相对。 在开会的时候,那群人还会故意地打断陈永贵的发言,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地位。 所以,主席这样提醒的目的,也是为了保障陈永贵安全。 而吴贵贤与陈永贵一样,同样都是国务院副总理,他们同样都是基层上来的干部,对于政治的了解还不够多。 毛主席逝世后,一切不稳定因素被彻底根除,国家发展也逐步步入了正轨。 1980年9月,陈永贵正式向中央提出辞呈,后得到批准。 虽然已经退休,但陈永贵始终都在关心国家大事,为新中国农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